王思佳因假包瘋鍋人色翻車 話題延燒多日 有設計師在IG開直播 教大家怎麼辨識精品 並拿網友的包來做比對 沒想到竟調出王思佳本人 他不滿留言 你現在拿我影片對照 你影射我包包有問題 即使其他網友幫忙還家 這次在教學 連綁不住王思佳的怒果 洗礦跟找代購 大家自己要小心 我從頭到尾都沒有影射 任何東西有問題 好嗎 好的 接下來 我現在講的所有東西 為什麼我不能上課 這個現在為什麼我不能上課 為什麼不能分享知識 就是這個一切的一切 我想要知道為什麼不行 我沒有躲 我從頭到尾都沒有躲 我要躲直播現在就關了 我沒有必要躲 我說真的 我要躲什麼 Gucci的法袋 我現在就叫大家自己去看 Gucci的法袋 原傳方傳 大家心知肚明 這是官網的照片 好不好 我從頭到尾都跟大家講是用 關網的照片 關網的照片 我們從頭到尾都沒有提到任何人有問題 沒有人捲眼包 沒有人捲眼包怎麼了 姐姐 真的沒有人捲眼包怎麼了 真的沒有人捲眼包怎麼了 這邊 這邊呢 大家想聽法袋 來 我找法袋 給大家看 我的手機 我的iPad 我現在找法袋給大家看 哇 哇 嗯 Safari 在這邊 對沒有錯沒有包沒有包 工藝 工藝很厲害 大家知道工藝什麼樣子好不好 好不好 可不可以 來 我們繼續啊 剛剛王世佳還直接約他要出來訂購機 說要一起去行光三月VIP室看包 據網友表示王世佳加入直播後 就不斷多多逼人 最後該名設計師不但哭了 還因此而播不下去管了直播